大家好,我是叶子 今天我们用豆腐和五花肉来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哦 现在开始操作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辅料 一把洗净的大青椒我们把它切成滚刀块 适量的胡萝卜给它配个银色 我们把胡萝卜切成菱形片状 一根大葱把它斜切成马耳状 大蒜在这里我们直接把它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选择一块稍微老一点的豆腐 把豆腐改刀切成薄厚均匀的片状放入碗中备用 一小把香菜去掉根地后直接把它切成段 把煮制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这个也可以用生的五花肉去皮操作 所有的食材准备好我们就开始炒制 锅烧热后加入少许的油润锅 然后在锅内撒入适量的盐 接下来把切好的豆腐块放锅中煎制 用中小火慢煎的方式 把豆腐煎至两面金黄后给它盛出备用 接下来锅中不需要加油 直接加入五花肉片边炒 把五花肉炒至表皮焦黄微微卷须 然后把锅中多余的油分给它盛出来 接下来加入少许的老抽和适量的辣椒酱 把五花肉炒至上色 我们再加入少许的豆豉 把豆豉在锅中煸香 然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蒜片 炒出香味后加入大葱青椒和胡萝卜片 青椒和胡萝卜片炒至略微断生 然后把锅中的食材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加入煎好的豆腐块 大火快速把食材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鸡精提鲜 因为豆豉和辣椒酱的盐分都比较高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再加盐 炒至半分钟我们加入切好的香菜炖 把食材翻炒均匀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豆腐炒五花肉就做好了 豆腐和五花肉用这种方法做 味道非常的鲜香 而且很下饭哟 一道老少煎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哟 我是叶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